可能这场右边没有位移的两个C位 有点怕传染这个大招 这场选下来感觉 确实BLG的阵容调整了许多 首先他们在开团点上面 也是比较充足的 其次是点控 以及他们的爆发跟Poke 会比上一场的一个阵容完善许多 这也是为什么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能有优先选择权的队伍 都会选蓝色方的一个原因 这场选下来之后 我个人是觉得BLG这边的阵容 会更好一些吧 BLG其实如果想打的话也可以打 这场就是像上场一样 先把节奏给稳住 然后等到L1G的牛头和米贵亚的纳尔 在团战中去找机会 这是他们之前赢下强敌的一个阵容 因为如果打沙梅拉的话 其实前面毕竟奥克罗斯手长 所以你还是可以去对线的时候点一点的 来了进入比赛 蓝色方Biel奥基平安银行 红色方速转L1G 第一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 碾碎他们 看一下上校的一个预测 在15分钟之前的话 更看好L1G这里的阵容 之后则是一路看好BLG 因为BLG也能拖 他这个阵容打到后面四合 而且手很长 对 中期的时候会比较猛一些嘛 然后后面的话又有一手船长 当然他这个长手是混搭的 他是两个长手打两个短手 全军出击 泳池派对双姐妹 其实在BLG的阵容里面 Mark能承担的 就他的作用非常重要 因为他是BLG唯一的前排 大多数的阵容里面 他是唯一的坦克 而且需要他去游走 对 支援到全途 他的分军成长也是辅助里面的第一名 就他几乎是不玩那种 就是说 这个英雄如果不坦 我是绝对不玩的 对 你上来两边中单都在换血 但是发条确实在前几级的时候 还会稍微弱势一些 这里直接指导 来指下一级能 过来打一套 只是想消耗一下 所以没有较技能 这已经是沙米拉最强的 最强的一级套路了 是 因为沙米拉一级真的很弱 一般就是指导 然后他打一个被动 然后在E上来 A两下平A啥子 这一场的一个刷野路 现在双方都是选择上半局刷 往下靠 因为下路其实都有一定的进攻性 比较好配合上打野做事情 说实话 团长对那儿 没什么好去抓的 对 抓到前期那儿 手也不够长 他点不到后面那个桶 团长连桶那儿会非常难受 而且现在的团长 因为都是选择出 之前LCK 兴起的那套捧招 指下 指过来 但是你们就是 克雷亚头打了一个余阵出来 现在船长大多数第一件都是出西兰刀 先出一个独退之连 然后再补一个盾弓 后面再补进收击者 这套暴击装就是以前 就是三下还带暴击 那个版本的一个演变 确实带不灭的船长 对线还是完全不虚的 要看一下双方第一个核刀线的争夺 比二级这里中下都推线的话 还是比较有机会可以去抢下的 现在他们是三路推线的一个情况 打个爆炸果实 看一下这个核解刷新扫一扫 这边是附近没有眼位的 过号应该是可以拿下 但是南枪也想过来 不过这一波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推线 下路先推 中路先推 想来想 二弹应该算了吧 这肯定拿不了 Z卡推了线之后 已经在往河道靠了 下路也是对面先到 艾康也不是靠不了 但他来的那个口子 已经被卡住了 而且我感觉他是想两个都拿 看一下中路这里一波交拼 双方打也都在身后 这个说明气泡是没有睡到 那这样一来的话 Z卡的血量被打击 反而是LNG 可以让Taritan去控制个上半核线 如果说刚才Z卡状态也还在的话 国号是有机会去上半去再拿的 但是这一波由于BiuBiu的推线 导致他在第一时间还不敢去动呢 因为Z卡这波回家 他也是有一个TP的 对 那这样就是双核线开始 踢到下路 这个位置直接去找Lite Lite这个位置交流 因为双招能走吗 一个飞行拉下 是被小兵给挡住了 回头A 这个位置是要留下女毯 但是女毯身上还是比较肉的 他是有一个护盾困在 这个人头 是让中单的Z卡给拿到 谁不踢过来拿到人头 这波的TP包下还是挺关键的 说实话没有想到 因为一般来说肯定都是觉得 你在上面去控核线 这个时候你应该踢到中午来 帮帮就是推下线之类的 那这样的话Lite双招直接被打出来 接下来会比较危险一些 因为接下来很有可能是二二三次 再来一次到六级内部对拼 船长差有大的 闪现纸 进化交了之后 没办法走 而且进这个一步其实真的很怕沙米拉 他被沙米拉进可是没有办法对拼的 厄菲流斯 对 厄菲流斯 来 这个位置 闪跟闪 打了一个不灭 但是自己看起来应该是走不掉了 走不掉了 这个人头 哎呦 想要蹭住攻 没蹭到 对 晚A一下应该能蹭到 刚刚不好意思说错了 这边是厄菲流斯 他也是有点怕 他是有点怕沙米拉的 对 被进身的时候有点没办法 他是一个没有位移的英雄 厄菲流斯本身就是 仗着自己手比较长 所以对线才能取得优势 一旦被对面贴脸的话 除非说他正好是红白刀 红白刀 然后那波青灰眼睛没有被W给挡到 嗯 就在旁边 这波 因为也是看到 对面没有后撤 知道这附近有人 保着Nika这里推一波线 同时小龙也刷新了 接下来可能双方会围绕下半区去打 不 这一波其实上路 哪怕招牌的BB也不顶用啊 BB依然是有一个补刀的领先 而且再加上自己是有一个大招 可以支援下路 下波就可以直接不来 对 交大招就可以了 LNG这场在红色方选到的一些英雄 并没有能够在对位取得一定的一个压制 看一下这里直接打了一个保龄球 打倒是牛牛 就没有选择先手 入侵一下 对方也去做一下视野 此时此刻 蓝色方已经完全站住了整个河道 并且想要来一波四包二吗 招牌大招直接撒下 但是赖头起码边卡在外面 这样让标记有点难受 因为没有冰过来 这一波 先顶一下这个位置 顶的是一个mark mark藏打藏到极限 但是位置也被拉开了 一技能拉开 至少再逮一口 艾明还没有死 拿到了一个双杀 不过这个位置看起来艾明要赶紧走了 因为中午也是直人过来 叶蓝瑶睡一下 只过来 扛牌是谁扛牌是一个国豪 这波越塔非常的完美 三个人全部杀掉了 而且是让艾明拿了两个人头 不过这波上路 因为大招刚交完 刚交过自己有点危险 这一幕我似乎见过 对 上下把他在这个位置 被揍的是一个杰斯 不过还是个果子 能吃个果盘 这一波打下来 沙米拉有点启示了呀 而且主要是艾明那波操作太漂亮了 他第一时间收完牛头之后 刷精益 再回头AQ 打一套 然后回到队友旁边 再一口吃点奶了起来 本来 本来应该是救不回来的 说实话 感觉倒不如说 汪姐第一时间配合上赖 直接去拿这个沙米拉开刀呢 说不定其两个人之力 还能换掉一个 叶兰瑶 睡着 指一下 这边藏塔是一个国豪 因为是身上还有一个被动存在 挂在男枪身上 上路河蟹 这一把真是河蟹杀手 对 指一下 指到这个位置顶过来 让艾明开启一个风炫 在A下一个另一班机 不过 因为自己装备没有到特别好 而且再加上第一时间 艾汪迪是打出了一个余阵的 直接艾汪迪直接点燃劝退 对 同时记得队友在上路 已经想要去动这个狭舞先锋了 下路推了线之后 直接往上边去靠就可以了 其实对于打野来说 你一个核线没控住 很有可能导致一整场 你就是一个 一直是一个五级打六级 然后六级打七级 这种 特别是这场后面的核线 也让国豪控住 主要你一个核线没控住 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是个男枪 对 而且莉莉亚也是一个刷子英雄 你到后面刷不过她 还是因为他们在红色方选到的阵容 却没有一条路可以拿到线权 这个其实属于在红色方 很少出现的一个情况 对 你拿到的都是counter位 对面先选一手 你再选一手 这个位置只过来 冷烧是用双招的 但是这个位置闪现 不是特别好闪 兄弟救下 打一个向远猛冲 赶紧溜 那这一波直接把冷烧打退了之后 还可以顺势来把小龙给收下 BLG这里直接起势了 小龙空的时间 不算早不算晚 因为一般来说 可能这六分多钟空 是稍微好一点 但他们什么都拿到了 对 河蟹也拿到了 狭雾拿到 龙也拿到 一有尽有 快乐都是别人的 LNG选择下路找一波 Amy的麻烦 是没有双招的 这里再往前走一步 就要死了 还可以闪现 来了 二连顶一下 没双招 这个人头 看分一下 能走吗 请问你咋下来 这边是让Lite 收到一个终结人头 大意了 自己的队友 全部都在合到 没有闪 没有双招的 这一波 LNG打回来一些 主要是人头 让Lite拿到了 上路 你来一波 我来一波 其实米快要每波换血 非对面打个不灭 也换不了太多 现在十分钟 双方是有一个 七百块钱的 一个经济差距 这个七百块钱 经济差距 其实主要还是 来源于上路的 这一个 上路的这个助攻 然后再加上 一个银蛇臂 下路 刚才因为说到 一个终结人头 其实差不了太多了 现在地球上 没有什么地球资源 双方又要再刷一段时间 但是这个时候 我好像因为是 有一个先锋存在 他可以去找过机会 看能不能去 击杀一下米快 但是说实话 船长飞和利利亚 要杀一个纳尔 有一点点难 除非他这波线 纳尔大纳尔上去投锤 应该还是不会的 因为等级不起来的情况下 好拍 好拍 他回去之后 也是继续出的铁板靴嘛 所以这些呢 完全没有任何压力的 只不过船长 这个英雄 他就不是特别怕你压 这BMB2G 在拼下半区的一个信号 这边应该是准备在野区 入侵一波 把视野坐一轮 然后再放先锋 在中路的 但是也是知道牛头 和这边的南枪发脚 都在附近 大招直接给上 这里要拿 Icon开刀 打水下 睡到 控制链没有能够衔接上 因为控制链刚好是 女坦下大的那一瞬间 虽然吃到了这个睡眠气泡 但是Icon第一个睡眠醒来了 然后在回笼叫之前 自己又是叫出了闪现 别不许选择TP上线 无所谓 因为自己是有大招的 Z卡中路直接消耗了一套 Icon血量有点差 没办法 选到八条的话 确实在前进会比较弱势一些 赶紧呼唤打野 中路塔 血量不多 过来我们可以一起吃 医学塔好兄弟一起分 南枪过来 应该是准备QR清线了 先Q来清一下 但是这个塔血量还是会下得很低 就一撕了 感觉是有机会带掉的呀 这样 而且还睡到了 赶紧是交易向后拉 但是这个塔和假塔 没什么区别了 有些塔它还在 其实它已经没了 对 看似是人在塔在 但其实人没了 塔也快没了 这样BLG在下条龙刷新之前 现在可以找机会抱团 把这个摇摇欲坠的塔给带掉 而且现在已经有了 有一个西兰刀 想上来压制一下 直接完成了一波单杀 但是这个位置能走吗 有没有兄弟救一下 这边因为是没有人有TP的 在塔下 等一下南枪 这个QQ了这些桶子 好Q 但这波操作也并不影响结局存在 虽然说南枪是一个月塔比较笨的英雄 但因为这是自己的塔 这也叫月塔 其实是自己的塔 这也没有问题 但国豪过来了 直接找一个大招做位移 同身上是有闪的 国豪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再留人 上波米克尔是省了一个闪现的 而且这波因为刚好是带火刀 带火刀带不灭 米克尔也是没有想到 对面伤害这么高 小龙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就要刷新了 这波船长身上也是有大招的 所以他可以先往上面去靠 不过他少一个TP 其实也可以直接给大招 说实话 LNG这波我觉得最好看 装备都不是特别好 他如果真的接完这波输了的话 那感觉就 走远了 对就没了 因为他们的双C还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发育时期 我们看到一名的自己的第一件装备已经做出来了 而且船长这个时候肯定就不来的 我在上路推推线 我在塔下实施线 在这个时间段 LNG最好还是B站 A一下 B血塔是让Z卡拿到 不过他们这套阵容在前期 如果东西放得太多的话 可能中期很快会被结束 你拖不到自己装备成型的时候吗 小龙拿完之后 小龙先后正好也刷 然后再去转上 虽然相较之下 相较之下发条已经是一个比维格苏更快成型的英雄 但是他也是要等着一件半两件左右才能发力 那很有可能 这把叫拖到大概龙魂团内部 把视野排一轮 水面气泡 封一下走位 15分钟的时间让左翼能够拔掉中一塔 对他来说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他在野区为所欲为 但是LNG想不想放 大招定一下这个位置 打出了一个进化 尝尝大招有点洒了下来 这个睡 睡到的是一个谁 睡到的是一个男枪 而且王底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不想交大招 直接交了一个闪现 那这样一来的话 一个飞行拉满 没人挡得住 这边 塔尔达的身形非常的苗条 并没有挡住这个飞行 终究还是错付了呀 这一发直接被带走的话 那可以顺势 把小龙给拿到 拿到了自己的第二条龙 那LNG其实龙的一个压力也挺大的 这连水龙带牛肉一起给了 并且霞午先锋也刷了 这把飞行的节奏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与此同时 来来这里看一下看到的国豪 Q一下 交给夜兰摇加闪现 直接是 把自己的闪现给打了出来 来了一波炫酷的R闪 这波其实国豪在拿完小龙之后 如果快速回城 去洞上面的先锋 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国豪这一场先出了一个金身 看一下下路这里直接打了起来 想要杀牛牛 因为知道牛牛是没有闪现的 但是牛头还有大招 王迪对这个大招 非常的珍视啊 一直很省着 下路这个防御塔应该是受不了了 两人选择直接溜 因为在Lite没有进化 而且辅助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下路备跃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就挺离奇的了 这一个时间段 BLG在下路因为逗留的时间太长 导致L1G找到了一个机会 可以去把狭武先锋给偷了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能拿到这个狭武先锋 挺赚的 其实本来这些都应该是 比较急 对 应该全部两手抓的 来看一下这波 Zika是怎么将矮王帝给击杀的 兄弟挡一下挡一下 好 但是刚好 刚好是这个飞行 是卡在墙体里面的 也是非常鸡贼啊 因为卡在墙体里面 你是挡不到了 我来来上面 想冻冻冻冻 没有闪现 回头给了一个大招 把枪拉一下 人头让艾蒙蒂拿下来 这BLG突然开始有点节奏乱了 但是这个人头 其实给男枪给八条多安行 牛牛不小心拿到了 其实也没办法 因为是点燃点死 但逆风局谁拿人头都行吧 总比没有好 对 有总比没有强 有汤喝总比 有汤喝总比 没汤喝好 现在BLG选择了一波转线 但是这波转线 因为上路是发条手的 这个塔也有点难推 下路是个塔 一张赖的在推 看下来防守的是 咬咬咬 咬咬咬 咬咬咬不行了 这有个车 能不能吃到 吃 咬 吃到了 舒服了 安赖打得还很凶 而且呼唤自己的队友过来了 这一波B又有危险 实际上是有展现的 没有大招呀 这波 没有人救 而且这一波 他也是没有大招的 机会也得打下来 人头上摊在拿到 同时 货不单行啊 BLG也来了 这一波想要包抄 感觉而且还没有能够意识到 丢了一个保龄手 并又能够打到 同时日子的走位 日子的这个开 是被走位给躲掉了 I want to 反身就开 开到的是 Mark Mark这里还是比较肉的 同时 一波进场 有一点无人能挡的 一个意思呀 打了一个 但是自己被拍到了 一个墙上 莉莉亚收到 让这边的男枪 收到一个人头 旁边一个男摇 睡睡到了三个人 国豪这个位置 上海打得不错 没有人可以管到他 Q一下 这边收到牛头的人头 拿到双杀 但这波能追吗 小洛打出了一个加速 跑得很快 刘瓦虫是不是说好 减速能减速到 把减速到 那不敢上了 没有拦了 没什么状态 其实艾米 第一波进场的时机 他伤害打得足够 他有闪 对 但是他没有躲掉 那儿那个拍 这个也是 接二连三的找机会 LNG也是 把自己经纪的事 给搬了回来一些 而且刚才在下路 对拼的一个过程当中 上Icon把上台给带掉了 也补了一定的发育 现在他战已经四颗头了 他战又好起来了 你看刚才这波 没有闪现 没有大招 他还是没有大招的 有闪的 有闪 闪躲了一个顶 但是硬伤害也灌死了 为什么他们第一时间不走呢 想吃它 好吃 定一下 没定到 然后国豪这个位置 其实很尴尬 其实Amy一开始的位置 是挺安全的 只是后面 这个被拍到 说实话有点致命的 它其实有技能的 对 它如果闪现躲掉的话 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还能操作的 而且现在 因为米古亚和塔尔顿 都没有血量了 直接往后撤 卖了妞妞 这把他呢 还是出的一个 比较标准的防空距离 我本来以为他会 尝一下 他就让他里面的出装 先锋招出来 招到中路 中路这个塔的血量 应该撞一头 A两下就没了 一直在foke 这头能撞出来 小龙马上要刷新 大招定一下 没有听到人 船长也是给了一个大招的 但是效果都并没有算特别的好 这些技能没有能够显接上 但是已经把LG的人给逼退 而且河道的视野 是让标记控了下来 但是你如果去打龙的话 中路的塔会掉 并且Bio去LG这里并不想放 所以卡在催 消耗了一个 效果不是特别好 Bio这已经被拍到了 是个橘子 赶紧上后拉 赶紧往后拉一下 那这样一来 那儿变大 而且大招拍掉 马上要变小了 这一波是标记的一波机会 Bio被粘上了 波身上是有一个顿弓的 而且一个风劝也是挡掉了南枪的大招 闪现Q E技能 叶兰瑶 这个位置没有A数爆炸果实 E技能过来 还差一下平A 这边没有收到米库呀 我的天 撕血逃生 这波雪量应该就各位数左右 我这都看不到 感觉是锁雪了 说说感觉 LG没有必要 就是强行在这里 打这波团 因为这个塔 摇摇欲坠 你可以先把中路线带过去之后 把这塔摸了再过来 他们打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嘛 可以让一个人先去带塔的 主要是中路这个塔 对LNG来说非常关键 如果说你把这塔推了 组一的发运攻击会减少很多 结果这样一来的话 什么都没有拿到 还让对面拿到第三条龙 还打了自己一些技能 是 这场比赛现在是 差不多64开吧 6.5比3.5 正像在等一波完美一般 但是经济的话 其实没有拉开特别多 差了个2000 主要集中在标记 这里有三条龙的加持 所以面会更大一些 对LNG来说 现在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打 因为 这ADC已经2000套了 只是说他们要住一下 Amming的位置 Amming如果进来 第一时间身上 他被控住 他是没有进化的 他如果被控死的话 很有可能LNG能 一下就会团生 但是主要的问题 还是因为自己C也没有闪现 他哪怕说控死了Amming 然后他的人可能要吃足够多 标标的一个大招伤害 船长这个伤害 倒是带死亡之女 LNG可能有点吃不消 现在地图上面只有大龙的资源 两边打大龙 其实速度都还行 莎米拉虽然打得不快 但是有利迪亚和船长 然后另一边的话 发潮厄菲流斯都是打龙 但是中速往上走的英雄 厄菲流斯可能还打得快 但是在大龙这种地形的话 还是比较有利于BLG这里 Polk加上船长大招的发挥的 同时LNG这里其实 抢到了 LNG这里其实也有一个那儿 所以两边都不敢打 将住了 就等下下条小龙 小龙三分钟 下波团战冷罩 应该是能超出自己的 一个大眼神的 两个泳池派对的皮肤 Icon的这个杂音 和这个顺便气泡 长得都很像 现在依旧是 米克亚在下路待 不过BiuBiu是有大招 以及TP的 也可以随时支援到正面战场 BiuBiu之前被抓了两拨 老实了 现在已经死了四次 完全不敢推线 怎么好像局势又不一样 把大招交了吗 把大招给交掉了 可能上来米克亚拍了一个大招 他把大招给拍掉了 然后又用了挺进破坏 所以给BiuBiu吓得不轻 不过对于BLG来说 他们中上都有防御塔的领先 所以也不是防御塔领先 是他们先站住了 整个兵线的优势 推了线之后 把整个大龙附近的事业 已经做满了 这位置想要过来抓米克亚 米克亚的位置很差 没有闪现的 这个位置 看有个爆炸果实 弹开了 好惊险 两波逃生都特别刺激 那还是很灵活的 他在守卫自己家的 铜 这个睡眠气泡 这个想要大招抢 但是 过后还是文文成价 莉莉亚下一件要做的是一个恶魔之勇 这也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莉莉亚选择出的一件英雄 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法坦英雄选择出这个装备 其实收益挺高的 对 就等小龙了 现在 抢中线 然后处理边线之后做龙的视野 但是BLG这里还是有视野的领先的 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个人经济情况 虽然说Light死了三次 但是他的经济还是排到了整个队伍的第一 不过他的第一是全场的第四 左边3C发育都非常的肥 查米拉这波回程 看下能补出怎样的装备 还想到想不回了 还好是LNG他开始已经推掉了中国的塔 所以这一波也不会让索英有太好的一个BOL空间 对 如果中国塔这边没有破掉 一直没有破掉 闪开 但是没有能够开到 Icon这里直接被迟到了 交出一个进化抽象 后拉传到一个大招 封一下走位 这一发飞行拉的效果还不错 直接把LNG正面人都打残了 不过Light的一个血量还可以 又一发飞行拉一下 这两个都一撕雪 给了自己一个盾 旁边一个顺便气泡 这边是留到IWD IWD赶紧交出自己一个闪现 这样一来的话 LNG很有可能 二塔和这个小龙一起丢 而且他这个阵容 如果说现在秋达大龙 无意不找死 看LNG的一个选择 如果你要去打这条龙的话 我们就直接逼大龙 但是BNG已经洞察到了 超远距离 立法村民 希望没有能够睡到Light 而且这个刘沃种命中之后 随时有可能有夜蓝瑶的一个风险 对 与此同时 BNG已经一个人在单挑 这条火龙魂 火龙啊 在配偶上他们的这一套伤害 反正就有点吃不消的 龙 拿掉之下的就是远古龙 现在拿到龙魂 必要记得优势非常非常大 主要是左翼的这个Poke 事半功倍 而且让船长这个大招 BBO赶紧猛刷一波 希望在下坡打龙团阵 也把第五进给逃出来 整体的装备 我们看到LNG虽然都不差 但是其实关键的装备 又是差那么一点点 可能说每个人少快秒表 然后可能关键装备 又少做一点点之类的 主要还是要打团的时候 要看Icon的这个球拉的效果 怎么样了 说实话 由于左边标击整体 他如果要打输输的话 就两个进场的人 一个是进场开团 一个是进场收割的 所以他这个大招 很难开出好的效果 二连桶 打出一个挺劲破 这边是应该可以单杀的 最后一下Q 这边是BiuBiu在下路 完成了一波单杀 因为自己受一个顿攻 可能没法没有想到这一点 一爆单杀之仇啊 那么BiuBiu在下路 单杀了之后 边路的兵线 是没有人可以防守的 顺势可以把线 直接带到二塔 同时记得队友 在给到大楼附近压力 LNG现在会 很难处理 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抓边的能力 对 直接选择开始动了 招TP TP下来的是个BiuBiu 五个人齐级 要打听一条大龙 LNG这里米库雅还没有复活 二连桶 这个桶没有连上来 打的较量 打的速度不是特别快 可能消耗一下 直接过来指 指一下 只要是一个艾卡 大招空了 这波拉拉的 好像还不错 但是旁边 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位置 就是一些帅心阵王 但是这边艾米 打出了一个 打出了一个自己的盾弓 没有人可以管他 一个闪前的异己 能收掉了艾卡的人头 旁边下来了一个BiuBiu BiuBiu这个位置 女怪是管不了他的 两边对坎 又是一个W技能 让Z卡收到了 这个男枪的人头 应该是可以拿下大龙的 这波毕竟 还是个一勺打多嘛 再加上艾卡这里 开到了之后 赖的第一时间 没有办法可以跟上伤害 直接被秒掉了 所以这波打输了 但是米贵亚不活了 这波想要报仇吗 这个动弓是不是还没好 就一下 点了一个狂风之力 再配合上最后一把火刀 让BiuBiu收下了米贵亚的人头 大龙也是可以拿五个龙种的 伤害现在不在一个层面上面 对 而且 如果真的要打这个船长的话 肯定王版不是最好的选择 最好的选择 肯定还是蓝盾 这波打完之后 几乎胜局已定了 因为对于LNG来说 现在除非是究极奇迹团 拍五个拉五个 不然实在太难了 开开抗 但是这个应该是ER一起输 所以 能定到这个精神 R闪虽然拉得不错 但确实伤害有一些有限 LINE在这里是完全就被 这个船长限制的死死的 首先一个大招撒下来 他根本没有任何可以走位的空间 他吃了一个满的死亡 对 其次BiuBiu也是进场之后 将其秒杀 导致这一波团 没有人可以收割了 8000的经济差 现在只要标记稳步推进 应该是能够稳稳赢下的 对于米库亚来说 现在团战中已经不是 能不能拍到人的问题了 而是他能不能把C位的 这个大招给拍断 比如说他能不能把这个 Ami的大招给拍断 对 主要是他拍过来人 输出也不一定跟得上 现在问题是在于 BiuBiu这边发育 其实还挺好的 限制LINE了 LINE没有办法可以输出啊 作为这种没有位移的ADC 又没有垂时保护的情况下面 船长一个大招撒下来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可以走位 LINE现在只有一个进化 他是没有秒表的 这波随便吃掉一点技能 可能要掉招 而另一边我们看到 Ivante已经想下大棋了 他看了一看 诶 怎么没人在中路 忽然船长过来看了一眼 又是发现了王级的位置 那知道牛头位置之后 LNG这边是选择 把重兵防守在下路 因为知道中国没人推的 不过在这种时候 左翼的发生风筝实在太大了呀 炮火风鸣 直接先把LNG的重神给劝退 下路高低应该没了 中路带下兵线 比如这边连个桶 看谁来吃一个三连桶 牛头想要绕后开一波吗 看一下这里 Ivante过来想要留谁 直接二连凝起了两个人吗 团队里面有点危险 自己是没有闪现的 这个位置 Bug还作为一丝鞋 Bug是双方形的一个辅助的互换 波旁边 这里一个燕疗 睡下睡掉了一个纳尔 而且艾米在正面 也是用异技能 在Q击杀掉了八条 反正一个团战 虽然看到两个 但是没有任何处处跟上了 哈尔坦回到泉水之中 自己打出了一个顿弓 但完全守不住 这波推进来的兵线 大招也已经用过 我们应该是可以 攻击BLT搬回一城 下路的兵线 马上也是要推得进来 果然蓝灯 BTR更加好做一点 是的 确实在这一套阵容 选出来之后 从各个点位上面 我们去分析 都会觉得BLT这里的阵容 会更强势一些 更好打一些 那这场节 刘主周明是 恭喜BLG 把比分搬成一比一平 恭喜BLG 同时现在团长 依然是维持一个 百分百胜率 看起来 接下来各个战队 可能要稍微研究一下 这个英雄 因为你会发现 针对他挺难 针对道的 就这个英雄 他到底还是能刷 痛苦面具戴上 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 全场输出最高的是 这边无论说连筒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大招的伤害 打的是非常高的 而且对面双三没有位移 几乎说 只要开着 他大招给下来 LNT就要吃满的一个血 而在另一边 LNT 米库亚是打了 比较高的一个伤害 但是被单杀了两次 对不对 是报了一箭之仇 是的 对 我看一下MVP 给到哪名选手 我感觉 其实 这边是给到了船长 其实我觉得 给其他选手也行 像 无论说是给国豪 或者说给中国选手 这看也行 但是 确实这场 他是有单杀的 而且单杀了两次 虽然说也受到针对 但是在后面的团战中 也是将功不过 主要他在团战当中 给到对面 C位的限制太大了 嗯 这场也有 68%的三战率 32%的伤害战比 31%的乘伤战比 5000多的对月经济差 也是他的第一次MVP 对 船长顺起来 其实就没有其他 你有什么事 主要是英雄 他不仅顺 他打钱快 而且他打钱还是加钱 他是自己加钱 而且他也不是特别怕 被针对的